本身就住在福山里的左南市议员候选人苏伯廷 带着几位里民在沙池里拿着网状的铲子 把沙池里的枝叶和果实筛出来 看看沙池的四周种了许多树木 大太阳的时候可以遮阴是很好 但掉落的枝叶果实也不少 甚至还有精锐的杂物会刺伤小朋友 那我第一次踩进去的时候 脚大概就多了十几个大小不同的小洞这样子 发现说它确实是会危害到小朋友在里面游戏的一个安全 利用这些工具可以滤掉大部分的树枝啊 石头啊或者是这些落果的部分 可以避免孩童在里面玩的时候 它的一个受伤的这个程度这样子 看到里民自发性的协助公园沙池的清洁 福山里里长很感谢 也会请社区志工加入 并且鼓励更多里民来当一日志工 当有人发起的时候 我们都是非常乐意来做这些事 我们也连续来快了一个月 那我们比较希望就是我们的社区的这些志工们 妈妈们 婆婆们能够居住在这边 能够愿意下来当一日志工 来共同维护我们的社区 除了沙池的表面有杂物之外 更可怕的是藏在沙子里的戏剧 有里民负责拿的大铲子在翻沙 让底层的沙子能够晒到太阳沙菌 也让沙子变得松软 里长则认为是否养工处也应该负起沙池的维护 增加防护设施或机具 避免耗费过多人力 如果说我们不常去这样翻动的话 我们怎么去爬 也爬不到底下死着沙子 那这样它会有长一些病菌也好 或者说让沙子材质会变不好 大概也每天清也不可能清得完 因为那是落叶 如果能够弄一些棚架 然后又通风 然后又可以防晒 对游戏的小朋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除 国外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个机器 是可以直接把沙子吸进去以后 然后把这个叶子啊 或者是其他的杂物 把它滤下来 可以留下干净的沙子 公园里的沙池受到小朋友的欢迎 但里面却暗藏许多危险 里面自发现的用人力协助沙石的清洁 但也希望有更有效率的清洁方式 让小朋友能够安全地在沙池里玩乐 记者黄冠维 赖昌邦 高雄报道